请不吝点赞 订阅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明明就是医生 为什么你都说你是医生呢 我是阳明大学医学的药理教授 我许多的学生都是现今的职业医生 我本人从未自称过我是医生 你为什么还代言这么多的药 我并未代言药品 我只是将国家认证的健康食品 推荐给需要的朋友 你是艺人吗 不然我怎么常在节目上看到你 我还不够资格叫艺人 我上节目都是用我的医药专业 来教导健康观念 好 潘老师自己曾经拍过一个影片 针对各界的质疑 自己直接面对质疑 他提出了他的说法 不过在今天 金船竟然试涉诈领助理费 说实在我一早看到新闻很震惊 因为潘老师经常上我们节目 对 而且其实外界很多人 甚至搞不清楚他的有一个身份 叫做议员 因为他比较多出现在媒体前面 但是因为他这个案子里面 他涉及了叫做 诈领公费助理的这个案子 那我们去稍微了解一下 因为这个小萍也是现任的议员 那其实以公费来讲 他们市议员 不会哪一天小萍也突然之间 跟我们说他不能来上节目 然后 你先为别这么说的话 你不要紧张 那不是那是拉肚子 紧张了好不好 没有 其实以市议员来讲 因为确实他有一个 公费助理的扣打 那如果以上限来说 一个月是六个人的名额 那一个人是四万块钱 所以以一个议员来说 一个月公费助理的扣打 是在24万 但是你一个人最多只能报四万块 这个是他的极限 那以这个潘维忠这个案例子来讲 其实检调是查说 他疑似用他的这个办公室主任 先讲一下他的办公室的这个主任 事实上本身自己也有开一个 这个什么宗表演进行之类的 那结果他是讲说 他用这个办公室主任的 这个服务的这个期间里面 他自己这个宗表行里面有两个员工 被检调认为说 他是挂在这边 占公费助理的扣打 所以如果是 刚刚照公费助理的扣打 如果申请到满的话 一个就是四万块 两个就是八万块 那所以刚刚提到说 他十二年炸了所谓的三百万 基本上你如果看那个报导 他讲的是陆陆续续 因为有人可能这个月 他这段时间他担任公费助理 有一个可能换下一个人 所以你会看到检调在这一次的时候 是针对派环州的部分 你跟新党讲说 你一句话只有两万块而已 不是这样民军的 因为他其实有一个案子 就是说他可能十二年里面 陆陆续续是怎么办这样 可是问题在里面 潘维终当时被质疑的时候 事实上他有跟检调说 他对于助理这件事情 完全不清楚 他说这个是由他的 这个办公室的主任 就姓陈的这个办公室主任 由他来负责我都不知道 就是媒体所说的大掌柜 对 但问题是 这个你如果看媒体的报导 有发现到大掌柜是直接 有反驳这件事情 说你怎么不知道 你都知道 那因为这里面 其实有一个美格是什么 你知道 因为他挪用的叫做公费助理 基本上如果你要请公费助理的话 这些助理人员必须要在 这边要进劳健保 是 所以他应该看起来就是说 这些人他是在钟表行上班 但是他把缺额放到了这个 所谓的助理的这一块 你才符合公费助理的请令 你不可以说我自己都没关系 我就要领一个公费助理的钱 不可以这样 这第一个 那第二个的就是说 其实在检调这里面查 是有认为说 他疑似说 我今天薪水入账的时候 是 检调其实有查到一个细节 就是说如果今天是薪水 譬如说钱进康仁菌的账户 一般人的用钱习惯 比如康仁菌今天要赢3千元 我就领3千元 领5千元 结果检调是查说 你怎么一次是 一笔全部都提出 那看起来这个账户 就不是你会存钱的账户 好 我们在画面上可以看到 过去有非常多的名代 因为诈领助理费而涉案 那有的判得重 有的判得轻 那这个重和轻之间 有时候差距很大 轻的可以是缓刑 重的甚至有被判过12年 差别是什么 关键是什么 我觉得这个当然 就会跟检察官 他自己本身在办这个案子的时候 他到底立基点在什么地方 你知道法界有一个说法吗 检察官用什么名义办你 这个很重要 起诉法条 他起诉你什么 因为只要不在这个起诉 他只要起诉了这个法条 不成立 我跟你讲 他很有可能就会轻轻逃走 所以你看这里面 有些种重判的 重判的很多都是什么你知道 你看像黄秀峰 佟仲淹那种 黄秀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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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起 黄秀珠跟佟仲淹那个 基本上都是以贪污罪来起诉 那贪污罪他只要确定 认为说你今天有把这个公款 挪出来之后就算贪污 你只要进私人账户挪为私用就算 所以在起诉法条里面 他如果今天用贪污罪 来起诉他的话 我跟你讲 这基本上判的都重 就是重判 那另外还有一种 其实我们用下一章 来作为解释 你会发现到比较清楚 第二个是什么你知道 第二个就是说 我如果用你伪造文书 就是我陷入此 我用一个不实的东西 让公务人员在登载的时候 你都不符合资格 我给你登记为公费助理 这叫做什么你知道 伪造文书当中 叫做使公务员登载不实罪 我跟你讲 这法条两个就不一样了 就像我们如果违反交通规则 你知道他嫌疑闖红灯 罚得很重 为按照号制行驶 我跟你讲罚得比较轻 他就是没试的你知道吗 所以这里面其实会出现一个状况 所以我刚刚讲 检察官用什么法条起诉 这个很重要 这是第一个 所以起诉的法条是官邻医 对 那第一关是当然是检察官在起诉 第二关是法官在判的时候 他也会有他的衡量 比如说过去曾经有案子是什么 好 按照贪污 或者按照这种所谓侵占的条件是什么 我基本上只要把钱转出来 不管你用到什么用途 只要不是在这个项目里面就不对 所以我们以前有公款 不是要公用 公款要法用 你要符合法定的这个名称 可是之前也有判例认为说什么 你虽然是有转了这个助理费出来 人家有质疑说他是假助理 但是法官从宽 法官从宽认定说你虽然是这样 但是你算的钱出来 也有用在这个公务上面的 所以你可能不是要中保私囊的 所以你的罪就稍微轻一点点 比如说像这个民进党立委陈寅 他其实也有曾经有被质疑过 结果当案子是不起说 他是认为说你用你前夫的名义 然后你来做助理这样 那时候是被人家 但是他前夫都在海外工作 海外念书 我跟他那时候就是直接被举报 这很多其实 我跟他讲很多这种案子 都是那种窝离犯 就是譬如说我正前跟你很好的 所以前因的案子是 他的前夫让他报助理领了 公非助理 但他前夫其实是在海外念书 那当时曾经被举报 但后来不起诉 对 因为调查的时候是认为说 你虽然是这样 但是你挂名的期间里面 你要举证 这时候检察官会问 法官会问 说你康仁君你挂这个助理 你想做什么事 我当时他叫我做什么 我举证的说出来 所以你说举证证明说 他确实有从事助理工作 也许也可以从宽认定 对 那从宽跟从严 这个就差很多 但是都在新政 法官的新政 对 所以你会看到 在不同的案子里面 其实你会看到 奇怪都是同样 有什么人比较走 有人比较走 你知道吗 好 所以 有非常多的关键影响到 到底将来潘老师 有没有可能被重判 但是刚刚其实 人均一开场来说 很多人认识潘老师 但不知道他是台北市议员 那是因为他在媒体的 曝光度非常高 所以我们带观众朋友来看一下 潘老师到底在议会 质询的表现如何 也许你很少看到 在今天带你来看看 台北市 如果是台北市民要回台北 要回来过节 没有防疫旅馆怎么办 议员 我们要求 我们现在的防疫旅馆 从1月11号到28号 只能留给台北市民优先 是啊 那现在你到底够不够啊 特斯拉充电站 昨天傍晚发生火警 假设这个烟是在地下停车场 你知道要死多少人吗 既然你现在目前核准了 这么多的充电站 在地下停车场 有没有办法定出消防法规 如果假设产生消防火灾 你怎么疏散 就像你的那个 那个大巨蛋疏散 你那么重视 好 在刚刚你所看到的是 潘老师 比较少在媒体曝光的另一面 但也因为潘老师的知名度很高 曝光度很高 所以其实跟他同选区的议员 经常叫苦连天 是因为他知名度太高了 其实他这个人 其实我应该给他定义叫 谦虚 低调 有礼貌 而且最大的长出很喜欢称赞人 他上了你节目的时候 称赞你吧 光你好棒 有没有 其实他这个人就很喜欢 讲好话 称赞人家 他参赞过尚义夫了吗 当然这个 有吗 很难嘛 还是讲的嘛 对吧 刚刚刚刚会讲的 好 但我很难 是是是 他是一个没有敌人的明星市议员 他虽然没有敌人 与人为善 可是还是很多人看他很眼红 就是您提这个问题 他知名度太高 他每一次做民调 他选举没有特别要拿高票 他当选举 但每次都高票 我记得每一次选市议员 4年选一次 议员40北投 选13席 几%当选 4.5%当选 总票出了4.5% 好 他每次做民调 都17 18% 那后来 开出来都没有那么高了 他就是知名度非常非常高 高到婆婆妈妈 跟他拜票就问他健康问题 我怎么减肥 我哪里黑斑 现场就问他 你懂不懂医美啊 你就问他这些问题 他在选区跑的时候 我觉得他知名度非常高 而这样子会引起 同选区的人的眼红 我认为是非常自然的事情 人都会有嫉妒之心 我的看法是这样 有一次很有趣 有一次在我们门口 市议会的大门 我们就聊 我跟潘伟的好朋友很熟 我希望他能够渡过难关 在节目上 他说小屏 我们市议会那个博树 终于排有没有 博树 那怎么都被斩头 博树是不是尖尖的 都斩成好像李平头 这样剃平 我说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那个是 因为我们是个桃花窟 那头斩掉 头斩掉以后 就不要闹桃花 是陈立强议长下令 把头斩掉 他就问我 他觉得很有趣 他是一个非常随和的人 我觉得他是一个 他是一个好咖 但是你知道桃花窟 我知道 水能带周亦能复周 曝光度高 就像小屏所说的 他在跑选区的时候 比较容易 选举的时候比较容易 因为知名度高 但同样也被质疑说 那你有办法做选民服务吗 你整天都要上电视 你有真正在做议员的工作吗 我不能说他选民服务 做得很勤快 他不是以服务为起家 而士林北投 全士林北投 只有一个人上电视 十三个议员 就是派外冲 后来张思刚算 算第二个 以前他先前 然后我讲还有一个小故事 他也不是不服务 他服务当然 没有用以装脚型服务行为 那么平凡 可是有一次 他就半夜三点 他还去警察局了 干嘛呢 他也不能干嘛 有一个人酒驾 他只做一件事 酒驾是不是要上手铐 是 他去了 就让他不要上手铐 那个人就非常感谢他 所以他半夜 叫他起床去 他也去 你也不能说他服务 强度可能或许不够 不能说他服务不好 我很持贫 讲他在士林北投的状况了 对 他的待业费 他服务至少不错 因为我请他做过好几次选民服务 是是是 比如说我们要开一个餐厅 那个瓦斯公司就刁难你 要求你要付 七八十万的配管费 才要给你配管 那找潘老师来 请他帮忙沟通 可能就剩十几万 可能剩十几万 不见得沟通会成功了 不过至少 我会觉得说每一次 我们打电话去给他助理 讲说 那你们帮个忙协调一下 就是选民的一些陈情 他都会 他会做啦 他从来不躲这种事 所以选民服务 他是有确实的在做 好